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给他们准备点咖啡 要不给他们准备点果汁 有点喝的 边喝边聊 对 厨房还是要用起来 然后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温暖 好不好 对 好 我们先端过去吧 我们先喝一杯 来 为我们美好的厨房的明天干杯 干杯 他们怎么还不来 咖啡都凉了待会儿 是的 我们来了 好香的咖啡会 来 欢迎 欢迎 我们闻到咖啡香 有 小玉 你的这个最有咖啡 你的这个进场方式 小玉今天我们俩是怎么回事 这个姐妹花 来 来 真可以喝 谢谢 谢谢菜菜 好 谢谢 尝一尝 这个是那个挂耳的那种 好香 好 好了 我们的几位嘉宾都开始品尝我们的咖啡了 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江苏卫视首档位 8090后新一代妈妈打造的品质生活指南节目 家务视的主人 我是太子 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四的17点10分到18点锁定江苏卫视 我是小鸭 是的 今天我们有四位嘉宾伴着咖啡香 我们来认识一下她们从这边开始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独具个性的时尚育儿达人辣妈 而且也是个假妈妈 卢小玉 哈喽 爱女性 热爱旅行 然后专注研究生活方式的播客 我是爱生活爱设计的设计师邱潜英 哈喽大家好 我是爱生活超级爱折腾的东医养生达人辣妈 杏文威 欢迎威威 欢迎威威 好 老规矩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家务视树洞墙 有哪些留言呢 好 每天擦地的时候 拖把上都会沾上很多头发和灰尘 拖把也很难清洗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我们家科姬掉毛很厉害 所以我就是把那个塑料袋套在那个拖把上面 因为它有静电 然后在拖的时候 它其实就会有静电吸附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新买回家的盘子 发现有细微的裂痕 看起来不美观怎么办 可以准备一个锅 然后你把那个瓷器放在里面 然后用那个牛奶 很少一点的牛奶 然后煮上五分钟 然后再拿出来的时候 那个很细微的裂痕 就不见踪影了 哇 这么神 好神奇 值得试一下 好 下一个问题 老公是香港饺 有没有快速除鞋内味道的办法 因为天天刷鞋真的太辛苦 其实这个香港饺 我身边的朋友就有 但是他可以买那个除瘦剂 而如果不想买的话呢 可以在里面放一些苏打粉 就苏打粉的效果 能够让你的所有的细菌 能够散发掉 就是味道不会那么浓 浴室的镜子总是雾蒙蒙的 感觉怎么都擦不干净怎么办 我们家是长期就是 会用干肥皂先这么擦一下 然后再用湿布那么一擦 它就吸附在这表面上面了 擦完之后 接下来它长期是上面 有一层这个东西 哪怕洗澡的时候 它都不会雾蒙蒙 好 感谢大家的回答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 我们的提问的这些朋友们呢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困惑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微博微信的小程序 在家务室的树洞当中 和我们进行线上互动吧 刚刚我跟小亚聊 我就说我觉得 我们家的厨房应该用起来 因为其实我们并不是说 每次每期就嘉宾来了 我们都能用到厨房 我觉得既然是一个家 厨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因为它是我们最温暖的地方 所以你们会有关于厨房的 这种温暖的记忆吗 在感觉当中 这个太多了 我们跟奶奶呢 又是那种关系特别好 时刻丢个垃圾 都要手牵着手一起出去 所以他们在厨房里 可以一下午两个人 一个在那边洗碗 洗菜 切菜 然后爷爷呢 就在那边炒菜 然后那时候的我呢 就最喜欢做一件事情 要搬个小板凳 站在上面 然后这样子看他们弄 就很喜欢这种 一家窝在厨房 它沟楼的这个东西 真的激起了我的回忆 以前我们的厨房水很大的 所有的社交 来人聊聊天 做作业 都是在厨房进行 做作业也在厨房 也是 就在厨房的温馨的灯光下 然后呢 这边在做作业 旁边的天井里面 一个炉子呢 咕噜咕噜在烧水 然后叮嘱我 你要看老婆 什么时候你要把热水瓶给充满 我们家以前记忆当中 这个厨房不但是温馨 而且是家庭的重心 所有的烟火器和安全感 都在厨房 对 其实我觉得 听了两位的分享 其实我们大概 都有同样的共鸣 就是说我们记忆当中 是有对厨房的那种 美好的回忆的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吃一道菜的时候 不见得是说 这个菜有多好吃 而是我们想那一段 可能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那我们现在打造 我们的厨房的时候 我们就会带着 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未来的憧憬 去设计我们的幸福厨房 所以这一期 我们就干脆一起 正好邱老师也在好不好 我们就从这个幸福厨房 然后让生活更美好 这个主题出发 然后我们来和大家一起 畅想一下厨房 我们到底该设计成什么样子 才能让人的这个情感 在里面流动 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 我们的话题微笑 厨房作为情感交流的场所 承载了一个家庭的温度 与故事 可女性作为厨房的主力军 却越来越抗拒进厨房 有数据显示 76.2%的女性表示 一个人做饭很孤独 希望有人陪伴 那什么样的厨房 会让女性感到幸福呢 我们进行了一次随机接彩 我觉得有男朋友 给我做饭的厨房很幸福 我认为厨房环境 能稍微好一些的 最好能智能化一点的 让厨房工作 不那么累的一个厨房 是最好的 我感觉就是一个可以看到彼此的厨房 就会让人觉得很幸福 我认为幸福的厨房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共同地做一顿美味的晚餐 是比较幸福的 做饭的时候 能看到自己小宝宝 就会觉得很安心 就会觉得很幸福 我觉得爸爸妈妈给我做饭的厨房 就是最好的厨房 一个人静静地给家里人做晚餐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如果两个人的话 很容易打架 真的是 这个感觉 我本来是感觉 是我们大家一起 要往那个幸福厨房上 那个的 突然就感觉到说 厨房的孤独感 是属于我们的妈妈 或者说我们的某些长辈的 那时候真的是和不太好的前任 在一起的时候 我做过一段时间 就每天都进厨房给他烧饭 他就在那里打游戏 然后我烧完一桌的饭之后 他还在那边会说 这个菜烧得那么油 能吃吗 你那个感觉是 既孤独地经过了刚才的烧菜历程 而且是失望而归 你就没有把爷爷奶奶的那种场景 跟他讲 对 所以他就变成了前任 你知道做饭的人 是特别需要那个回馈的成就感 你需要那个共鸣和情感连接 我就想到 其实我们很多的妈妈 都是在给我们默默地做饭 然后我们回家以后 甚至都不会走到厨房去跟他们交流 可能他们这个时候很想问我说 从学校回来 从外面回来今天怎么样 过得好不好 但是我们好像都是 直接就到沙发上 或者到我们的房间里 还手机 等待他们叫我们去吃饭 然后也就默默地把这个饭吃完了 也没有更多的交流 所以我觉得那个孤独感 可能就会从厨房一直延续到餐桌 延续到睡觉 我觉得这样每天每天又好无聊 而且很多时候真的叫做做饭两小时 吃饭五分钟 你吃完你就扔掉了 就没有 所以邱老师 您家里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虽然厨艺不惊 但是我还是喜欢 泡在厨房里面 外面很烦 我在厨房里面做菜 我就可以化解很多烦恼 对吧 我总觉得以前邻居什么来找我们说事 第一步不是走到客厅的 好像就是把它领到厨房里来 对 现在真的不可能 就是所有的交流 我理解 一边做菜一边完成的 现在我对面的邻居 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 对 包括你看过去的年夜饭 真的是所有人都聚在一起 然后大家会非常享受这个准备年夜饭的过程 其实包饺子就是一个特别考验 这个感情的一个事情 对 就要聚在一起 因为包起来 可能你要从剁馅儿 从和面 然后要一天的准备 对 然后全部都准备完了之后 下锅出来之后 你吃它可能只要两分钟 所以是不是这个准备的过程 其实就是大家在不断地交流的过程 对 而现在的年夜饭 很多时候大家就是直接下饭馆 然后一家人就是例行公事一样 我们所有的人到饭馆里面一坐 点菜吃完走人 对 我觉得已经在回归了 其实已经往家里下厨再回归 最经典的就是在家里吃 你感情完全不一样 但我觉得这种回归和我们要重新找回这种温暖 我觉得厨房的设计和打造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